请问对方一个问题 终于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问吧 你有过想要挽回我吗 有 我对你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排序那道题 爱情你也是放在第一个抛弃的 对我没有把爱情排在第一位 是因为我今天很寒心 我不想要爱情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现在 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 该怎么去回答了 忽里忽图的 对 这是最后一个了 你不回答了吗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我怎么回答 怎么想就怎么回答 想的就是我觉得你很重要 你说我没有把你把爱情排在第一位 因为那个选拥里没有你 我是超脱出那五类的另外一种生物吗 他只说那个里面 那你现在 我不是爱情是吗 我不在爱情里面吗 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越描越黑 我 我这几天做的也已经尽了我想挽回弩的力了 果然 可能你没感觉到啊 感觉到了 按前马后陪我上厕所 一觉就起来 体谅我画画手冷不冷 我看到了 就是因为看到了 所以才心软了 才纠结了 才纠结了 你是因为今天的三十六问才彻底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吗 他一直在确认谁是要离开他 三十六问前我觉得他改变很大 三十六问之后我不确定 有一点小失落 我一开始还觉得挺乐观的 我觉得出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的 然后没有想到问题没有解决 反而发现更多的问题 像滚雪球一样 你是因为今天的三十六问才彻底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吗 还是那个问题 是 我 搞砸了 搞砸了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你刚才我们进来之后回答的问题里 你的问题里也没有我以后的存在啊 但我现在告诉你我从我没有 我没有真正想过和你分开 这是我的答案 我好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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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走了啊 他不对势啊 他有准备东西啊 他有准备东西啊 这是什么 校服 我当时就想说我们能回到最初的样子了 重新认识 我希望没有太大变化 但人总是在变的 我跟那个时候比年纪也大很多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开始的时候就在校园里 哇 好有仪式感啊 哦 所以在出发前就准备了 确实也不想离开他的 他把他自己装扮成当初初恋的样子 他好渴望啊 我正说爱他我觉得 好虐啊 人生弱智如初见 是吗 是一个女孩子 恳求一个男生爱他 对 哎呦天呐 哎呦天呐 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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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